来 鸡楼 罗拉鸡楼 老几法三月新智上路后 像柯宇也这样子 对公共安全影响重大的行业 就会被列入第一批的老减重点名单 可以看到所有的司机都做足了万全准备 司机到站后随即拿笔做登记 因为老减时若出示不了出勤记录 直接就是一张9万元罚单 今年为了配合樱花机 我们还用双驾驶 又少木又来 可能很急的都来的话 就调度上就会有问题 企业真的怕了 因为劳动部硬起来 今年劳减规模15种行业 1800家企业 从医疗 幼儿园 再到公读生都不轻易放过 甚至宣示没有空窗期 没有辅导期 一抓到违法立即开罚 让资方气到跳脚 不要说你动不动 就用比较异样的 或是比较不健康的想法来处理 有关老老子之间的问题 企业大佬轮流崩溃了 商总理事长赖正义直言 企业营运雪上加霜 搞不懂心智就被开罚 岂不是不叫而杀 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也酸 企业要自求多福 被开罚承受不了就歇业 经济被政府弄得死气沉沉 还把企业当敌人令人失望 甚至连民众听了都来缓夹 你要一周到两周吧 对啊 给企业一些改善的解决方法 也不是说企业都是黑心的企业 一粒一休的话 这个配套没有什么配套措施 反而是那个消费者损失比较大 符合劳基法当然是最低限度 但政府法规恐怕也不能把劳工 企业的心越推越远 东森财经新闻 六支沈玉腾台北采访报导